麻烦你把那一批金马骑回来 给新加坡好不好 我尽力 大家好 我是六月 我们今天来到了 花鹿阿猪妈的首艺现场 那今天晚上呢 会有非常多的艺人朋友来到现场 我们现在就去后台看一看 可以访问到谁 现在就来到了后台 欢迎三位主要演员 你们心情怎么样 马上就要在新加坡第一次首艺了 我不懂为什么 今天的首艺会很紧张 我在普桑的时候 都没有今天很紧张 是因为今天有很多很熟悉的人 会来吗 或许吧 我从新加坡第一次来到新加坡 我感谢你来到新加坡 非常感谢 很幸福的地方 我感谢你 我是第一次看的 所以我也特别的期待 你没有看过 没有 你带着什么样的星星来看 兴奋啊 如果为四个金马奖 应该是很好 这部剧已经 从那个时候要开始拍的时候 好像是三年前 然后就延迟了挺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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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这一次 我感谢你 但是终于可以从剧本 然后看到终于上大营 所以很期待 那拍摄期间 有没有发生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一场是我跟他追车的 然后他跑上车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一起讲话 一起骂他的 那个镜头还是蛮好笑的 真的吗 用什么语言骂他 我用福建语 他用华语 然后那个 我的那个前面 另外一个前面 就用韩语 但是后来他们剪 剪分开剪了 所以还蛮有趣的那场 其实是 记忆的一个 那时候 明节那天 那时候 他们在学校 他们在学校 一名一名 新加坡在学校 这种明节 所以很精神的 他准备了 那时候 很有趣 那时候 他们很奇怪 他们没有发现 他们只是家人发现 反正我们开工 开工历史就全然缺续了 对 所以他们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很有趣的 您第一次来到新加坡 对不对 对 你有没有想说 想要去哪里玩 去哪里玩 但是 一种原因 我觉得 有没有时间 所以很难 因为你难得来 我们就一定要排完 没关系 好 下次你就有机会 下次再来 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你特别想要 一边要去吃到的 烤鱼 好 好 我们安排 没有时间去 我们就送到你的 活动地点 对 给你去 我看到了 我们最多的 今天的明星朋友 已经准备 要走向我们今天 Ajuma的鸿潭 欢迎给你掌声鼓励好不好 因为你们是第一批 在新加坡 今天首次看到 Ajuma的新加坡观众朋友 好 大家的忧虑 我真的是很感动 我希望你们看完之后 喜欢这部电影的话 就很介绍你们的朋友们 还有长病们 来看一个这部走心的电影 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都参与Ajuma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 我准备准备的 就只有这么多 谢谢大家 讲得好不好 掌声鼓励 哇 各位女士 和声鼓励 欢迎给你们 Ajuma 我们今天好多花 对 对 所以是 花路Ajuma 是因为这样吗 对 所以让我走花路 走花路是走幸运的意思 是 在韩国是走幸运的 是这个意思 对 你们几个看完怎么样 感觉如何 我是第二次看过 所以你已经看过一次了 我看过一次了 所以她跟儿子讲话的那段 我今天又掉眼泪 所以我们两个是第一次看的 我连不懂她有客串 所以她说 你不是魏驾车 没有跟人家 我是有看哭 尤其是那个 你跟友情姑对话的那一场 哇 那个我真的落泪 就好像觉得你有些话 想要跟我们说的那种感觉 其实你在看这部戏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觉得说 这些演员都在演戏 他们就好像是在看他们的人生故事 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然后心里是在想说 我今天应该带妈妈来看 或者带我家来看 是这样的感觉 我为什么感觉 你的眼睛有点湿润 刚看戏的时候 有没有 那里面还是很热的 偷偷地哭了一下 因为你真的 看了这部电影 你会真的感觉好感觉 对 因为这个有很多幕 会让你真的会掉泪的 因为你可能想到自己的家人 想到自己的妈妈这样 那差一点就要用我的衣服 两位 我觉得你们可以深入地点评一下 因为一位是新出的最佳女配 另外一位是大导演 哪一幕是觉得 她入围那个金马奖是应该的 因为主要我觉得她非常的写实 好像我一直觉得 在你不演的时候 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演戏 所以我觉得在整部戏里面 它就是一个非常舒服 非常有连贯性 然后它就让你觉得说 你整个已经投入在其中 然后完全都没有跳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的游戏 我觉得灰芳姐在这部影片里面 正式跳出那个框框 电视剧的框框的演技 我知道导演就是花了七年的时间 在准备这部影片 所以也陪伴了她段日子 我觉得说今天看到整部影片 在大萤幕我是觉得非常感动 我跟你说 刚刚还没有开始前 我就先问了 有没有哭 有 真的哭了 我真的为她感到很骄傲 然后我也觉得 我们新加坡人应该 多度来支持这部电影 因为真的很感人 然后我也觉得你们看了 带家人一起来看 你们一定会喜欢这部剧 怎么样 现在热腾腾的感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说 因为我们斯里萨跟芳姐 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然后这次看她的表现 我只能说我给她打100分 因为我觉得她代表了 我们全部新加坡的演员 然后能看到她跟韩国的演员 一起平起平坐的 这么样的演戏 我真的为她感到很骄傲 然后她让我看到了 就是不是平时的芳姐的一面 这样我会很想要知道 芳姐平时是怎么样的 平时就是一个三八回 没有开玩笑 因为我们跟芳姐太熟了 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真的 真的 她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可爱的阿祖妈 然后她的表演 其实演戏在电视上 你们看到的比较用力 比较是Drama的表演方式 但在这个电影 的确就是相屏所说的 完全没有看到表演的环机 再加上这个配角 那个男配角的 跟她的那个火花 我觉得有互助的一个作用 老师跟就是慧芳姐 其实认识很久了 对不对 哪一幕是你觉得说 你没有想到 她竟然可以跳脱 她以往的表现 然后现在呈现出来很无量 慧芳姐她本身就是 一个很赤身的演员 其实她比我还赤身 她是第五届的 我是第八届的 我要叫她这样子姐姐 芳姐 我觉得她整个呈现方式 都非常自然都非常地好 我觉得里面很多情感 都是以比较细腻的呈现方式 去表达出来的 我觉得没有夸大 没有什么 就是很自然而然地 这样的录露出来 很多都是靠眼神 靠刺激副作 她是为金马甲公形成 其实我觉得有拿没拿 都无所谓 她是互为的 那已经是很好 已经是一个胜利子了 最后就是 葛萍大哥 你要不要对着慧芳姐 说一段话 赞美一下她 看一路来 看着她说嘛 一路来 我都觉得她的戏是非常好的 而且她演什么角色 都是尽心尽力的 甚至在韩国的时候 有多人叫我打分 我的分数是很高 讲出来 觉得老公打分不准 因为我就 先祝她 麻烦你把那批金马 骑回来给新加坡 好不好 我尽力 我尽力 好 谢谢 再一次预祝好不好 希望真的可以把金马 带回新加坡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慧芳姐 慧芳姐 阿珠玛 从10月27日起 新加坡全岛上映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 花怒阿珠玛 加油 加油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来跟订阅 开启订阅 视频不露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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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视频 几分了 好飞 感谢观看